而期货交易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为了帮助年轻学子 在真正进入市场前扎好底子 其交所持续的产学合作 推出了第二阶段的大专院校模拟交易竞赛 跟上市场交易趋势 这回首度纳入了城市交易下单功能 吸引了将近2000位学生组团PK 反应相当的热烈 学生全神贯注紧盯指数跳动练习交易 为了让年轻学子充分完整认识其货 其交所今年下半年 推出了第二阶段的大专院校模拟交易竞赛 并首次纳入城市交易下单功能 学生其实比较难碰到 实际去碰到城市交易这块 然后或是一个竞赛 然后有一个这么大的金额 让我们实际去操作 所以有这次的机会就是非常难得 而这回共有456队 近2000位学生组队参赛 不只参与相当热烈 学生也直呼很有收获 我之前真的就是做股票 那期货这个部分 因为期交所这个 让我更了解选择选这个商品 关于选择选的价格 会因为波动度的关系 然后价外的关系 会造成时间价值递减的速度 而这次竞赛成绩 以累积报酬率和夏普比率 两项指标来做计算 就是要提醒学生 在追求亮眼报酬之下 更要考量风险控管 那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的学生在理论之外 可以有透过这个竞赛 来模拟期货交易 等等的一个机会 交投资学的过程中 如果你纯粹只是 自私商的传递 他没有办法跟他未来 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真实行情做结合 解交所推广期货 持续产学合作 要协助年轻学子 在真正进入市场之前 先把底子扎好 做好准备 东森财经新闻 武博叶子经台北报导